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論盡香港》的《論盡頭條》 我是家偉 今天想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美國前忠誠局局長說烏克蘭的危機結束了 烏克蘭和俄羅斯的衝突結束了嗎 現在不是還看到烏克蘭反攻之類的嗎 為什麼會完結了呢 除此之外我也想跟大家說說 俄有限家歐盟自食惡果 歐盟為什麼會吃這個惡果呢 為什麼和是誰想出俄有限家這件事呢 而當中他就自食惡果而已 誰是助享其成呢 開通了 你載了沒有 我們的會員制只不過是20元起而已 你沒理由不載吧 快點來載我們的會員 還有大家記住 喜歡不喜歡也好 幫手按個讚 訂閱我們《論盡香港》 按旁邊的鈴鐺 還有全部看Facebook的朋友 希望大家都可以讚好我們的專頁 下面瘋狂留言之餘 把影片趕出給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都會知道 和可以一起討論國家 香港和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美國中情局的前局長雷烏斯上去德國每日鏡報 爆料就說 美國和歐洲其實已經結束了烏克蘭危機計劃 並且包括 記住 記住 這是重點 就是他已經準備好和烏克蘭和俄羅斯這個問題進行談判 而這個上教也說 其實之前已經是不惜犧牲一切 希望令烏克蘭取得勝利 但是到現在就發現 喂 不行 慢慢慢慢開始又覺得 烏克蘭要贏 根本沒什麼可能 這位上教也說 烏克蘭的敵對行動 基本上談判等之類 他要做的 全都做了 美國那邊說 基本上可以做 全都做了 加上其實本身來說 亦都預定了 習近平是應該是時候和普京聊天的 而當時美國 歐盟 英國等其他國家領導人 已經準備好隨時和習近平一起合作去做談判 但是習近平是沒有準備好談判的工作 就是他自己沒有開始的工作 所以大家就站定定在這裡 越來越對烏克蘭非常失望 而除此之外 也說回之前西方不同的地方 不論在軍事上 或者在財政上 都在支持烏克蘭這個政權 也都相信他們的能力 如果運用了烏克蘭的方式 或者這個國家 是可以令到對俄羅斯增加壓力 對 說就這麼說 但是另一邊相信也這麼說 基本上已經肯定了 其實這次烏克蘭也很明顯 作為一個代理人 發動了這次對俄羅斯的戰爭 在很多傳媒當中也說了 基本上不用多說了 烏克蘭本身因為不是屬於北約 屬於歐洲 但是應該跟俄羅斯是同源的 根據歷史所說 俄羅斯的起源其實正正來自於基庫這個地方 即是烏克蘭現在的首都 即是他們兩個自己鬼打鬼 歐洲也好 美國也好 看盡了這一點之後 美國就說沒問題 就找烏克蘭做代理人 跟著就跟俄羅斯打過 歐洲人就覺得這招真的絕了 叫你自己人打自己人 打算搞定 讓俄羅斯看 誰知道俄羅斯頂得住之餘 反攻回頭 反擊 怎麼辦呢 現在的情況就是 北約說現在是代理人戰爭 是代理人和俄羅斯發生戰爭 這位代理人其實是不是不約的成員 不約是不會為了俄羅斯而捲入這次戰爭漩渦當中的 除此之外 美國也說了 我們會在中間幫忙 美國也會幫歐洲想多兩步 應付未來應該可能會有的挑戰 說了一堆東西之後 俄羅斯也在這段時間走出來說 我們發現歐洲 包括美國 北約也好 他們其實基本上已經直接參與了這次衝突 不單止給武器這麼簡單 也說英國 德國 意大利等之類 他們自己是有做到自己國內的人員培訓 他們想著幫烏克蘭的 這整件事得出的結論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澤南斯基太廢了 太傻仔了 你當初整隻人說七星半月在幫你的時候 那當然是你行啦 你要武器要什麼都有 但問題就是你錯失良機 整隻手好拍在手當中 你都不知道怎麼攻下去 那我怎麼幫你呢 再者 美國和歐洲一直以來都在說 應該OK啦 以以前的玩法來說 很快的 有這麼多導彈 子彈 什麼彈 密彈等之類 烏克蘭應該給俄羅斯看 俄羅斯應該害怕的 但沒辦法了 澤南斯基沒有劇本在手 太傻仔 女失良機 也完全沒想過局勢怎麼走 現在歐洲也好 美國也好 都已經說明了 喂 你們對著烏克蘭是無底心譚 不要再幫他了 不要再救他了 再救他的話 只會賺自己玩自己 燒自己的錢 不要搞了 我們單方面宣佈 烏克蘭危機完結了 那烏克蘭之後怎樣的話 關我什麼事 這就是歐洲和美國現在的想法 而澤南斯基又愚蠢了什麼呢 他完全沒想過莊銜 人家老鳳要幫你嗎 你旁邊的國家一定要幫嗎 不是啊 美國爸爸叫我幫忙 叫他們幫我忙的 我都相信爸爸的 你都沒想過整個局勢發展 人家叫你打你就打 閒前就閒前 你又不聽人說話 眼睛要出風頭做網紅 那你幹什麼呢 無論局勢怎樣發展都好 為什麼要別人幫你 別人幫了你需要你什麼呢 是想你幫他做什麼 歐洲國家給你武器 你無償的 不是的大哥 好了 你又不想清楚 現在有機會發展到 你會輸的 你不一定贏的 你之前不問清楚別人 喂 隔離鄰舍 你現在這樣幫我 你認為我應該怎麼做 甚至是 咦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我應該怎麼做呢 你有沒有問過美國的爸爸 可能美國的爸爸 都會跟他說 可以的了 你老爸我美國在 你不用怕 你去吧 是吧 可能真的這樣的 但現在的情況就愚蠢了 站定定在這裏 整個人都走開了 你現在想問人也好 問都問不到 所以現在你見得到 澤南司機在網上所說的 新聞等之類 少之有少 近來他還叫大聲 我要一萬億去做重建 這樣說 誰理你 你說一元也未必有人給你 澤南司機現在這一刻 真的哭都無謂 為什麼會搞到這樣的情況 沒有辦法 剛剛都已經說了 根本他不知道自己是公還是智 人家是叫你走左 你走右 什麼不走 叫你做的事你又不做 給你武器你又拿出去 去黑市買 還有 你根本就不懂歷史 歷史上告訴我們 做得義午仔或者做得代理人的話 幫人打仗 收人自裁也好 收錢也好 什麼鬼也好 如果你是代表某個國家去攻打 甚至是侵佔 發出這些戰略的話 是絕對不會有好下場的 無論東歐也好 中東也好 非洲也好 在你旁邊 你打架也看主人 我不敢打你 為什麼 整個美國在你後面 可以 沒問題 不斷給你幾分face 但是 好像香港黑暴為例 最後 撥亂反正的情況下 你那些黑暴走得多少 有倫有角 可能余祖已經知道 譬如羅冠聰那些 就馬上走 走不了 好像黃之鋒為例 黃之鋒被人發現了 原來由頭到尾當中 他當初打算走 但是去到美國領事館 沒有人理他 因為他自己硬吃 自己進去坐 你可想而知 其實做一個代理人的話 你是沒有好下場的 就算你贏了也好 好像阿富汗為例 你二十年之後 都是啪啪的 有德格格 那下一個代理人的話 會不會就是台灣島 還是日本島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 其實做人和做狗 是有得選的 但是你總是要做狗的話 我真的完全沒有辦法 問題是 為什麼事實上 說了這麼多事情 給人知道 有這麼多歷史上 說了給人聽 做代理人 是不會有好下場的 大家都知道 美國根本就不會 當其他國家 或者當其他人是人 但是為什麼 每個人都不斷 走過去 要繼續做代理人 離不開幾件事情 要威 要明 要利 有時候 還要選擇 沒得選擇的是什麼 沒得選擇的 其實是歐洲 你猜歐洲真的很想幫 烏克蘭嗎 你都傻的 我誤信些人 為什麼 最近歐盟正式說了 我們12月5日開始 正式生效了對俄羅斯的原油限價 他們的說法是這樣的 他們12月5日開始正式生效對俄羅斯原油限價 在海運當中出口 也說歐盟國家也好 之後也加上其他 G7 澳洲等之類 協定了 我們要求俄羅斯 你賣石油給我們 賣原油給我們 OK 上限60元 上限60元 我買你俄產的原油 60元而已 但問題就是 你說有60元就有60元 OK 沒問題 現在12月5日開始正式禁止俄羅斯原油在海運當中出口 再加上也說 我們說60元一桶 明年一月正式生效 哇 那是威是勢 結果現實是怎樣 現實上 其實歐盟所有國家 其實基本上都同意 而俄羅斯普京也就著這件事 跟西方國家倡議的時候 也跟他警告 其實我們俄羅斯是絕對不會犧牲我們自己國家的利益 去賣東西 你賣金的 我賣金不是價錢 你硬要我便宜 你就瘋了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有個迷思 就是說60元一桶是什麼意思 究竟是什麼玩法和什麼想法 不如我們看看 究竟現在一桶原油是多少錢 根據現在網上的資料 其實也有講述 全球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已經說把他們自己的原油減產 大約現在賣多少錢呢 大約是70多元至80多元一桶 包括譬如科威特 尼亞利亞 聯油 沙特阿拉伯等之類 都是賣70多元80元一桶 咦 其實現在俄羅斯一桶賣多少錢呢 現在原來俄羅斯的原油 是大約賣70多元 60多元70元一桶 那你便宜那幾元有什麼用 對呀 你便宜那幾元的話 究竟有什麼用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令到全球所有的價格下降呢 聽清楚 現在歐盟也好 美國也好 都只不過是說限制俄羅斯原油價格而已 那其他地方的石油生產國 會不會聽你知的呢 其實是不會的 簡單一點 你限制俄羅斯原油價格 是不會令到全球所有的原油價格下降的 那為什麼要做呢 這些正式叫做咀炮多依現實 你說要制裁俄羅斯 不行 沒有問題 我說制裁就制裁 但是由俄烏衝突到現在 你一直都說要制裁俄羅斯 什麼什麼等之類 但是被人發現了 原來這群歐洲國家一直都用其他方法去進口俄羅斯的原油 例如說我們不能夠直接在俄羅斯買油 即是我的國家的船不能夠直接去到俄羅斯買 那就可以了 那俄羅斯的原油就放在船裡 去到波羅的海也好 哪裡也好 之後我就找船在海上換了這些油 那些油沒有手指毛 你誰知道這些是俄羅斯的油 沒有人知道的 通常來說都是看那隻船 註冊的地方在哪裡 你註冊的地方是巴拿馬也好 香港也好 澳門也好 台灣島也好 什麼東西都好 總之不是俄羅斯就可以了 一直都被人看穿了你的東西 之後就發現被人看穿了 好沒有非事 不行 喊大一點 可以 現在全世界就 大家聽著 我們要限制俄羅斯的原油價格 現在60元一桶 哇 你60元一桶賣給你 那其實反過來 其他國家會不會肯賣給你 我之前也說過一個比喻 你打算去街市買魚 你問那個賣魚的哥哥仔 哥哥 這條魚玩魚腩幾錢 人家跟你說 64元 你跟他說不行 最多60元 我就是限你60元買一塊魚給我 你會癡筋的 究竟我的嘛 我賣給你就賣給你 不賣給你就不賣給你 我覺得你醜 我就不賣給你 俄羅斯就好像賣魚腦 跟你說我不賣 吹呀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大家再想一想一層 都挺有趣的 美國和歐盟就叫俄羅斯 即是60元一桶賣給你 其他國家是不是真的會 60元賣給你呢 不是的 根據俄羅斯所說 以及其他的石油生產國 已經說到 油組決定 繼續減產 即是原油會繼續貴 那有什麼意思呢 你還要告訴別人 我只是學俄羅斯 其他不用的 你真的想著用這些方式 會令到整個石油生產國 全部都說 哎呀你限制俄羅斯啊 那我都要聽你的話 如果不是你限制我 那怎麼辦 你神經病 全球很多的州份 不同的地方 包括美國自己 加拿大也好 什麼都好 大把原油 個個都會聽你的 那再簡單一點 不要說其他國家 不如這麼想 你們要求俄羅斯賣60元一桶給你 那美國加拿大 是不是又是60元一桶賣給你 不賣又有什麼後果 根據我在網上看的資料當中 其實墨西哥也好 澳洲也好 安哥拉也好 即非洲一帶的地方 深圖 印尼也好 馬來西亞也好 其實都是有石油的 但問題是說 人家是不是真的要虧錢賣給你呢 美國開出這個所謂的條件的話 你也是傻傻的 美國現在也是用四倍的價錢賣給你 那你為什麼不抹回美國 喂你又開60元給人 那你是不是開60元給我啊 如果不是的話 你這些朋友來的嗎 這些大哥來的嗎 正宗現在你說得出來 你開出這個價錢限價 其實是等於一路鬧一路走的原因而已 是啊 撿回身材 跌落地拿回沙子而已 某程度上 歐洲其實是沒得選擇的 為什麼呢 第一 在鵝烏衝突當中 其實一開波就想著 喂美國啊 堅臭啦 想著它不會騙你 還在不看歷史的角度上的情況下 我相信美國有整篇計劃 跟大哥 不怕 好了 誰知道你跟錯了大哥 你說怎麼辦 第二 你打算是說 哎呀可以啦 美國現在陰點這個澤南司機的話 這個代理人可以啦 不可以的話 美國也不會找他 誰知道這個澤南司機傻子 捉到鹿又不會脫國 還以為自己有無限資源 有金手指 以前打機那些 無限子彈的 無限金錢的 你都傻傻的 你的錢 你的子彈 全部是你旁邊的屋子給你的 我不是說有部機一按出來 好像薯條一樣 用薯條去批皮 我都要有原材料的 我原材料都不夠 我弄子彈都不夠 那怎麼辦 你還要是說拿了我的武器之後 在黑市轉手去賣 還要讓人知道了 你在黑市賣了之後 原來買家是俄羅斯 那你想一下是不是貼根 第三 俄羅斯太厲害了 真的太厲害了 他這個特別軍事行動的話 是聽完之後 大家都覺得 嘩 我打算你會強攻 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預定你一定會強攻 咦 打到過來 原來你的強攻這麼垃圾 我們聖券在黑了 行了 去馬 誰知道原來俄羅斯從頭到尾都沒有強攻 他都沒有什麼用過動員令 他只不過是用了一部分的士兵 如果俄羅斯真的拿了所有士兵出來的話 我想整個烏克蘭都沒有了 不過俄羅斯由始至終都說了 他完全沒有想過要取替整個烏克蘭 他只不過是說要令到烏克蘭反攻不成 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第四點 在關鍵時刻拉鋸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會看到整個歐洲 喂你後門火灼啊 在那個情況之下 美國就露出他的真面目 搞到整天歐洲爛了 整個傢伙人只有怕 之後加息同時再跟大家說 各位害怕啊 回來美國啦 雙方去吸金 你說了 你在歐洲究竟有什麼可以說 沒得說 沒得搞 為什麼 只能說自己走錯路 所以德國和法國早前也說了 我自己走錯路 也說了 美國和歐洲一向都不同步伐 你自己從頭到尾所想的事情 都是想你自己先的 大哥 你叫你到處奔波 你自己坐著喝可樂 那怎麼辦啊 不過 所知的事情 你現在所說的事情 太遲了 所有事情 回不了頭的 接下來你歐洲就很急 一直都在擔心 哎呀美國你沒有人性 你不是朋友來的 你四倍買原油給我 你四倍買能源給我 但是美國就說 我現在有電了 我有能源了 我國家的市民OK就可以了 你歐洲 又不是我美國 關我什麼事啊 還有啊 他定期還要找英國人 脫了歐的 走過來周圍爆料 就說 我收到消息 就說你這個國家之前 就打算是向俄羅斯跪下 然後就說拿一些老邊寫消息 當然是當新聞賣 變相幫了英國 現在好像一個管家 管整個歐洲 那你想一下多有趣 明明整個英國本身 就是脫歐之後 就爛茶渣 怎麼知道 原來在爛茶渣當中 比他更爛茶渣的就是歐盟 那你說是不是有趣 早知今天又何必當初呢 所以大家回想一下 其實美國中情局局長 又說這個 烏克蘭危機結束 其實真的沒辦法 誰叫你找個代理人垃圾 再者 大家還要記住 一定要想清楚 做得美國的代理人 是不會有好下場的 你做得美國的狗 就去到關鍵時刻 可能還未到最後直路 一腳伸開你 你死你事 不關我事 這個就是美國 第二就是 俄羅斯的油價被人限了 你瘋了 是你歐盟不買的 你傻子 你到時候真的要買的話 其他國家真的會聽你說 60元一桶 人家聽著真的笑你 你限制俄羅斯60元一桶 你向我買 80元 到時候你是不是可以不買 你又要付錢 想那麼多 想到是不是美國有一切的計劃等之類的話 其實你想多了他有計劃 也想少了美國有多邪惡 不知道大家又怎樣想 我歡迎大家下面留言說說你的看法 也希望大家幫幫忙留言分享訂閱讚好 把影片廣傳給你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都像你一樣 和家偉一起看時事 講國際 一起討論論進香港 我是家偉 稍後再見 拜拜 字幕提供